作为办公空间项目整合交付的领导者 安全已经成为牧师企业文化的重要一环 从你刚刚进入工地开始 就已经标志着对安全作业做出承诺 让我们在这里分享一下公司的基本安全准则 而这个也是我们对每一个牧师项目参与人员的期待 工地保安 个人防护装备及安全区域 安全概述及宣传培训 工作许可政制度及每日工具商会议 高空作业 全面的工地安全 所有雇员和到访者出入都必须经由工地保安署进行登记 全程佩戴牧师派发的证件 并接受工地关于安全概述的讲解 个人防护装备可以保护你在施工现场免受伤害 它包括安全鞋 长袖衣服 高能建造背心 连扣带的安全帽 护目镜和防护手套 所有牧师工作场地都被划分为红色和绿色区域 红色区域代表建造工程进行之中 全套的个人防护装备必须全程佩戴 而是临时建立的现场会议室 和物流空间所在的绿色区域 则为非强制性佩戴 牧师提醒你必须留意工地里的紧急出口标志 当警钟响起的时候 使用最近你的楼梯有秩序地下楼 并且在指定的集合地点回合报导 各项主要工作必须在开指之前一日 已经获得牧师派发工作许可证才可以进行作业 而每日工具商会议里面 会以安全主管对当日的工作风险评估为基础 提醒需要注意的相关安全项目 确保所有使用中的梯都完毫无缺 并且将最顶的两层梯级密封 上下梯的时候要面对梯 并且保持三点接触 每次将梯放在比较滑或不太平稳的地方 需要同伴看住并且扶稳梯纸 使用手机的时候必须停止作业 站在梯上的人必须落到地下才可以接听电话 在高过两米的地方工作的时候 需要使用移动通架而不是梯 通架必须通过安全验收才可以使用 每次有人在上面工作的时候 千万不能移动通架 在通架上面工作的时候 必须全程佩戴安全带 在目视 我们鼓励大家选用合适的工具 并且正确进行作业 同时在每一次使用之前 都必须进行工具检查 如果工具出现问题 请以X做标记 并且带来工场 尽可能使用电池供电的工具 所有工地上面的电动工具设备的使用 都必须受过分裂 以及持牌电供安全验收合格才可以使用 不要将电源延长线放在容易受到损坏的地方 比如靠近高温、潮湿、油性的表面 或者有尖角的地方 正确安全的做法 是将它掛在距离地面最少2米的高位 并且使用安全保护 和防水式的工业连接插头 将施工期间产生的垃圾 放在指定的回收箱 以保持工地整洁和安全 工作人员可以在工地现场喝水 但禁止进食、喝酒、吸烟和睡觉 当你发现工友有任何不安全的行为的时候 请提醒一下它 你的及时阻止能够避免意外的发生 并且能够营造安全的环境 例如当你注意到你的同伴正在睡觉的时候 请立即叫醒它 并提醒它在工地睡觉的危险性 目视致力在更加安全的工地作业 为此,我们要将安全准则切实地 应用在每一个项目里面 以营造一个零事故无危害的工作环境 我们期待每一日工作完结之后 你都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到家里面 和我们一同营造一个安全的工作空间 目视以安全可靠的作业 为全球商业客户建造办公空间